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经理 夏组长 你在我这找什么呢 那个王经理 他想要一下咱们APP产品界面的排版 这他要的急扭不在 我就自己翻了一下 我帮你拿 好 啊 就是这个 行 那我先过去了 嗯 好 下面该夏组长了 嗯 抱歉啊 我想插个队 能不能让我先陈述啊 嗯 我没问题 那就让陈经理先 我选品的主要方向呢是美妆 其中主产品呢就是这款面膜 这款面膜它在成分和配比上都用了非常大的心思 里面不仅还有现在很多的国际大牌面膜都在用的美白和抗氧化成分 也就是烟纤暗和1.252醇 其次呢还有多种的植物萃取精华 能够抑制我们皮肤黑色素的合成 同时呢也能增强我们皮肤的免疫力和透明度 陈经理 这款面膜上个星期因为防腐剂和阴光剂严重超标的问题已经被骂上了热搜 你都不看新闻的吗 陈经理 您不会是这家化妆品店的股东吧 这么耐力的想法投加产品 发现我们长盛也被披上 股东都不至于 该不会是拿了回扣吧 陈经理 有事吗 想问一下你 你的面膜方案 是不是在我文件里看见的 太抱歉了 是我工作的疏忽让你出丑了 你是故意的 你 我就是想跟你说 公司不是你搞手段 耍小聪明的地方 既然你都选择了来长生工作 要有起码的职业道德 不是靠窃取别人的劳动成果上位 不想跟你说这些 你 我们线上还有线下的推广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你别忘了啊 做最后一次线上的测试 好的 有问题 嗯 你盯着 夏总长 郑总 请您去趟办公室 好的 我知道了 哎 黄经理 什么情况啊 这都没看出来啊 你们这观察能力也太差了 能不能敏感一点 真在一起了 前两天 我都看见盛总 在聊夏组长的头发 说追回来就追回来 咱们说不可以啊 是 赶紧赶紧坐啊 沈总 你把昨天那个线我给我看一下 快你快死吧 敢� 女朋友 你们好吗 Ō her 你试试 沈总 怎么工作有时间就要过来啊 别人发现怎么办 反正所有人都知道我得追你 甲公祭司在内内面 不正常呢 什么事